要先想到几个可能发生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刚刚程式写好了 而且应该也没有问题 可是使用者就是会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直接怎么样 把你按下新增了 因为里面都没有资料 所以你按新增 它会发生错误 有没有 它会卡在哪里 它会告诉你形态不符 增错一下 里面都空的 所以空的你要转型就没办法转 因为空的 它没办法帮你转一个数字出来 它不是零 所以就没办法计算 那怎么办 第一个 你要必须防呆 那怎么样防呆 就是在输入之前的第二 就是等于是这个程式的最上面的部分 你要先做一个什么样的防呆 先防止什么 防止他因为没有输入资料才能错误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程式其实也已经把它放在 这个是第一个 未输入资料 第二个是2到4的文字方块里面 输入非数字资料 第三是2到3里面输入不是0到100之前 那我们要把这防呆 当然也有可能是啦 不过目前我还没想到 如果有的话你再告诉我 只要你的这个 就是防呆机制做得非常的完善的话 那你这个系统基本上也就非常稳固 OK 所以这个当然是你需要去想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测试期 给使用者测试之后 他会有些反馈给你 你就把那个问题给堵上 以后这个系统就会非常的稳固了 那一用可能用很多年 他就不会发生错误啦 OK 那这里的话第一个 我们先解未输入资料 那怎么样未输入资料 这个已经程式在这里 这一段 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先run一个 这边 那记得这一段 总共会有四段 那实际上当然你只要写好一段 其他用改的就可以 那要改哪些地方呢 一记得在新增资料之前 先做一件事情 先要防呆 防什么呢 防止没有输入资料 那我这边个别判断 先判断什么呢 如果 特别重要 如果他输入的这个 里面的第一个 没有资料的话 那叙述特别重要 if testbus.test 等于空的 这样OK吗 但第二个 这也是用写法啦 另外一种写法是 用函数判断 用VBA里面 有一个叫 点 有一个叫 is empathy 有一个函数叫 is empathy也可以 is empathy 就有点像是 那是 is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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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 你等于空的 其实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两个方法 那我的习惯是用什么 用这个 用这个 testbox 如果等于空的话 等于空的 那我就做什么了 如果第一个空的 那我就 跳出一个matchbox 跟他讲说 请输入一点姓名吧 逗点之后的话呢 后面 当然你不加也没有关系 这样也可以 只是说你这样跳出来 那个matchbox 太阳春了 上面什么按钮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呢 在前面多增加一个什么 XX啦 或者是 惊叹号等等的 那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这边很多一堆按钮 一堆那个icon 至于它长得什么样子 如果有兴趣的话 因为它 这边比较不OK是说 它没有让你看到图示 那以前的做法是 我就测试一下 最后发现呢 这个VB criteria 好像是 那个critical 好像是就是XX 我说加一个这个critical 然后呢 并且什么 游标再放在那个 因为它没有输入嘛 所以游标再放回到第一个 然后呢 特别重要 这边有多一行 叫Is this sub Is this sub就是 跳离什么 不要再继续往下走了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增加这个Is this sub的话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继续往下走 Is this sub是跳到这边 就离开了 OK 那么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先判断一下 第一个 如果第一个没有输入的话 那就跳一个讯息给它 OK 那比如说我这边没输入 按新增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如果你有豆点加一个VB critical的话 它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 那就不会跳这个 感觉比较阳蠢 但相对的 如果你希望有个图示的话 按确定 它游标会放在这里 继续让你填 那一样的方法 当然我们这边就需要 第一个要判断 第二个也要判断 第三个第四个 所以每个都要判断 那比较麻烦一点 目前但没有 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可以做一次就完成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做一个之后 Ctrl C 然后贴一个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二请输入 这边改一下 上面的名称 叫什么 答案考核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二 一样的方法 请输入那个名称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如果你有很多个 老婆 我们这边有四个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什么 它没有输入资料 而造成错误 这边都有 所以我先拿这个来 把它贴上好了 先完成第一阶段 如果它没有输入资料 那这样的话 第一关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它任何一个东西 没输入的话 比如说 D,D,D,Enter 假设底下没有输入 有没有 这边会跳到这边 一定要输入 再一个 这个按确定 有标一定放在这边 这样子 一定要输入 每一个每一个 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输入就不能过关 这样OK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虽然输入了 可是问题它输入的东西不对 不是一个数字 可能它输入AAA 这边输入什么BBB 这边输入CCC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按新增 它有输入 可是输入的东西不对 新增 它会出现 还是一样形态不符 因为AAA不是一个数字 不是数字呢 就没办法帮你做加减乘除 OK 所以一定卡在这里 那你把它停掉 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在这边 做第二个防呆 就是判断它输入资料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是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 一样利用什么 这边其实跟上面这个还蛮像的 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if 这边是空的 对不对 那我可以用什么 在这个前面多增加一个 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专门判断什么 它给你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数字 点 意思 哪一个 猜猜看 这是array是范围 这边是numeric 这个 is numeric 就是是不是一个数字 其他都还有什么 is 什么一堆的 也都可以判断 反正VBA里面 is开头就是判断的意思 is numeric 就是是不是一个数字 如果它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它返回就是true 那我这边的话 就是给它东西 它是一个数字的话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是要判断的不是数字 那可是这个逻辑是 它是一个数字 那所以怎么办呢 几个方法 那你可以知道 不等于true 有没有 不等于true 意思是说 它不是一个数字 或者另外一个叙述叫什么 等于force 等于force 也不是一个数字 哪一个比较简单 反正好记就好了 因为这东西 每个人的逻辑 大脑结构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想一个 你比较好记的方法 因为我怎么会说 不等于force 等于force 是你要转一圈 所以我的习惯好像就是 不等于true吧 你就不等于 这个叫不等于 不等于true呢 就不是数字的意思 不等于true 那就跳出呢 请输入什么一个数字吧 然后呢 一样会有三个 三个地方要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判断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有三个 所以我就判断 二三四 那做法一样就是说 请输入数字吧 请输入数字都一样 然后呢 并且把它清掉 都会一个清除的动作 游标一样放回去 一样 大部分都一样 所以呢 不等于true 那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一段 第二个部分 把它call到哪里呢 call到我的这个地方 记得第二阶段 这个先后顺序 应该也是会有影响 因为第一个 你一定要有资料 第二个一定要是数字 第三个一定要是0到100之间 那你不能颠倒啊 0到100 好像也不能这样 0到100先判断吗 也不ok 所以先是数字 再来判断 它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所以我们判断完之后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啦 ok is numeric 如果第二个不等于true 就是它不是一个数字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VPA点 你不加也可以 加也可以 那你想说到底要不要加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VPA点它的好处是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函数引出来 那你用选的就好了 ok 这个是这个好处啦 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知道 因为常常同学说 是VPA里面到底有几个函数啊 你有些有讲 有些没讲 我怎么知道有多少个 那我怎么彻底学习 跟各位讲 就在哪里 就在这里 A到最后面Y 里面呢 全部都是VPA里面的函数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还是要做点功课了 反正呢 以前我是怎么做 以前比如说我 is numeric这边 那假如说我对这个函数不熟 对不对 我要不就是到外面买一本那个什么 VPA的词典 它有专门就是函数的词典 厚厚的一本 不过后来我发现 买那个好像不如有用一招 就是里面已经有个官方的字典 但是你必须配合一个按键叫F1 前面好像跟我讲过吧 F1 你比如说你打完这个 Numeric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对不对 你按F1 它会跳出一个 这个什么呢 官方版的一个类似字典吧 但是这个字典的话 它有时候翻译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需要 特别的很认真去看它 你只要看关键字就好了 OK 它上面is numeric函数 它是做什么什么用的 而且底下呢 会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说明 在这里 但是而且如果说你想要完整的全部了解 如果你要想要把这些彻底学会的话 可能真的要做点功课 以前我自己有一本笔记本 每一个每一个点进去 稍微把它记一下 那以后要用的时候呢 就把它拿来用用看 都用熟了之后 这些都不用背了 OK 再来的话呢 这个是第一个是判断是不是空的 第二个判断是不是数字 那最后的话呢 再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 那警惠先做到这两个阶段 好 待会再来看那个0到100之间 那因为城市蛮多地方都重复 所以我又把刚刚那两段城市放在云端上 当然你尽量就是可以的话自己先打第一段 底下的话如果不行 用复制贴的也可以 不然的话可能那个可要花蛮多时间的 不过以后啦 尽量可以找一些实际上工作应用到的 你多做几次之后这些就熟了 那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记得喔 一定是要放在新增资料的前面 你不能放后面 新增之后再来判断没意义 一定是 在还没有新增资料之前 我们先做第一个 它有没有空白 就是资料有没有 第二个 它有资料了 可是它的形态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数字 OK